我們要用自己的力量 自己的方式 用滑獨木舟 從花蓮到石岩島 為愛海而出發 我們人生都應該要做一個夢 那我們現在做的這個夢 非常的大 它是一個人沒有辦法完成的 是需要一群人 我們一起把這個夢變大 這回要挑戰有兩艘船 七個人花費六十個小時滑獨木舟 目標從花蓮外海滑到兩百六十公里 外的日本石岩島準備過程中 當然也得面對重重關卡 為了實際應對航行過程中驚濤駭浪 以及各種突發狀況 節目組還特地到 少年拍奇幻漂流的取景地 影視基地造浪地 預先進行巨浪挑戰與訓練 在外面的那種外海的浪 兩米三米的浪都有 那它這個造浪池 它可以去模擬就是真的在海外 這真的浪況 對我們來說也都是非常的安全 對我們一定要先練習之後 才能夠去做這麼大一個挑戰 節目以ESG永續發展為理念 將發起群眾募資活動 部分收入也預計捐款 給蘇帆海洋文化藝術基金會 盼望能掀起觀眾 對於海洋的保育之心 花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 我是林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